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相连的水潭 水色却天壤之别 一潭清澈 一潭浑浊 一桥横断水色悬殊 它的背后有着怎样的秘密呢 在昆明市北郊龙泉山吴老峰下 有一池潭水被称为黑龙潭 潭水比率清澈 在黑龙潭的旁边还有一潭 水色却浑浊不堪 这一清一浊 两潭水未经分明 距离如此之近的两潭水 颜色为何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呢 黑龙潭 位于昆明市北郊十二公里处 是历史上有名的道观 在汉代 古人已经在这里建造祠堂 虽然黑龙潭历史悠久 但是 有关这里距离相近的两个水潭 为何水色却大相径庭这一现象 一直没有一个科学合理的解释 许多地质专家在解释这一现象上面 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跟随云南省地质勘探局的洋工程师 我们来到了黑龙潭 这池碧绿清澈的潭水就是黑龙潭 而黑龙潭旁边的这池水则要浑浊得多 中间以白色石桥为界 古人称玉带桥 一般来讲 水在长文长崖下是无色透明的 但是在自然界中 不可能存在绝对没有杂质的水 如果水中杂质影响到水的颜色 为什么距离如此之近的两潭水 颜色会有所差别呢 看来 要想弄清楚这个问题 我们还要找到两潭水的水源 那就说它这个是属于一个 地下水系统的那个泉水 考虑就是它是属于地下水 是一个那个泉的那个出路的一个出路点 它是属于一潭盐污水 盐污大泉 专家告诉我们 水质纯净的黑龙潭其实是一潭泉水 它的水源属于地下水系统 泉水由潭底涌出 所以水质清澈 通常情况下地下水比地表水纯净 既然黑龙潭属于地下水系统 黑龙潭旁边的浑水潭水源 是不是就是地表水呢 您正好收看的是中国地理探奇 但是通过我们的勘查 浑水潭周围并没有任何地表水水源 那么浑水潭的水主要来自哪里呢 原来浑水潭和清水潭是相连的 它们之间有一条水道相通 也就是说 浑水潭里面的水极有可能是清水潭补给的 这两潭水一直以来都没干过 清水潭那一边呢 我们测量的水深一般在15米 能见度 清水潭一般能见度都在5米 5米到6米 浑水潭这边 它的深度基本在10米左右 文主任告诉我们 虽然清水潭和浑水潭水深相差不大 但是面积却要小得多 清水潭的面积只有400平方米 而浑水潭的面积约2600平方米 如果仅仅依靠一个黑龙潭的水补给的话 应该会经常面临水源不足 甚至干涸的问题 再就是 既然两个潭的水相通 为何清水潭的水进入浑水潭后 就变得浑浊了呢 这说明 浑水潭的水源应该有多种补给的方式 既然浑水潭没有地表水相通 那么一种补给方式就是自然界的降水 考虑到天然降水 对两潭水的水质和水量都会有影响 那么一种猜测就是 浑水潭本身就存在一个地下水的出口 也就是说很可能有地下水补给 地下水系统里面分为三类 一个就是孔系水 一个就是盐溶水 一个是那个猎息水 那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这一潭水的话 它是属于一潭盐溶水 专家告诉我们 根据埋藏条件和寒水层的空隙性质 地下水可分为孔系水 裂系水 盐溶水 孔系水存在于松散盐层的孔系中 这些松散盐层包括第四系和坚硬基盐的风化壳 埋藏在坚硬岩石裂缝中的地下水 称为裂系水 埋藏在溶系中的重力水 称为盐溶水 也就是说 不同的含水盐层 地下水带有物质成分会有所差异 而这也正是相关专家的分歧所在 专家的分歧在于浑水潭 认为浑水潭应该有另外一套补给地下水系统 因为浑水潭较之于清水潭要浅 它的地下水源很可能来自岩层风化壳 所以地下水在迁出时会带出大量泥沙 那么这种观点是否就可以合理地解释这一现象呢 这个就是碳酸盐 在浑水潭旁的山体上 主要的岩石成分是碳酸盐盐 据此洋工程师判断 浑水潭和清水潭的底部 盐层构成应该是一样的 按照洋工程师的推断 既然两潭底部盐层 构成相同 即使浑水潭有地下水补给 水的颜色不会有什么差别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 黑龙潭公园的文主任给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特别在雨季的时候 这个现象就比较更加明显 这水就变得比较浑一些 现在相比来说还算轻一点的 浑水潭 按照文主任的说法 浑水潭在风水期比现在的颜色还要深 这是不是说明浑水潭之所以颜色浑浊 主要的还是要受到外部影响呢 在浑水潭周围的山坡上 我们发现了大量的红色土壤 在降水期浑水潭混入大量泥沙 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这两潭水的话 我个人认为的话就是说 它基本上是属于同一个 那个含水盐族里面的水 它都是属于盐容水 的话就是说这边的水位高 它基本上都是永远都是 往那边水池里面在补给 那就是说那边的水的话 它基本上就是说周边的话 可能是由于它属于一个低瓦的地带 低瓦的地带的话就是说 它周边的话有地表水 这些那个汇入境 按照杨工程师的解释 清水潭是一个熔岩大泉 水量大 压力也大 并且地势高 外系的地下水不及给浑水潭 而浑水潭地势相对低洼 加之周围大量松散风化的红土 降水时地表水携带大量泥沙流入浑水潭 使水变得浑浊 通过专家我们还了解到 无论是大气降水 地表水还是地下水 都是一个不可隔离的循环系统 虽然地下水埋藏在地下 但是如果地表水受到污染 也会直接影响到地下水的水质 地下水资源 大约占我们地球水资源的0.9% 但是它却是我们人类非常重要的水资源